新一轮马斯卡特战常规赛正式打响 国拼队此次派出的选手可谓是多到爆棚 足足有20位选手参赛 第一日的比赛就上演了精彩绝伦的比拼 尤其是国拼选手杨奕运跟日本队大腾杀跃之间的对抗 可谓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日本20岁女将值得国拼重视 1-3遭遇失利 中国杨奕运不敌日本大腾杀跃 时间来到10月30日 2024年马斯卡特战常规赛第一日的正赛拉开了序幕 第一日的比赛总共设有26场 其中国拼选手的比赛受到的关注相对是比较多的 最经典的一场还是国拼选手杨奕运跟日本队大腾杀跃的比拼 日本队20岁的女将大腾杀跃前几天 刚在法国冠军赛获得女单冠军 击败了张本美和引起了一波热度 这次一上来 中国选手就跟大腾杀跃碰上了 可谓是大战一触即发 经过一番激战 国拼选手杨奕运跟日本队大腾杀跃对战了四局 最终国拼选手杨奕运1比3不敌日本队大腾杀跃 这场比赛杨奕运跟日本队大腾杀跃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两人都擅长使用消球 只是两位消球手打法不同 日本队的大腾杀跃凭借着灵力的攻势以及多变的战术 成为了具有威胁的对手 而中国队杨奕运采用稳健的球风 擅长以柔克刚的打法来化解对方的攻势 这场比赛两人可谓是针尖对脉盲 然而终究是日本队大腾杀跃的实力更胜一筹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一战也让观众对于大腾杀跃的了解多了一些 在这几年 日本队的张本美和由于进步飞快 让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度比较多 其他日本队选手相对显得没有了解太多 但是经过法国冠军赛跟马斯卡特战常规赛的第一日比赛 可以看出日本队的选手都在大幅度的进步 只不过张本美和由于年轻成绩比较好 因此大家的关注都在他的身上 而其他的日本队选手实力上升的也并不慢 只是宣传了解的比较少 而且大腾杀跃经过近期比赛的表现 让他的世界排名也迅速上升到了前11位 大腾杀跃真可谓是一匹黑马 这段时间不仅压制住了风头正胜的张本美和 甚至还一连击败了三位日本队队友 以及国平队的一位选手 实力不容小觑 对于大腾杀跃目前的实力究竟如何 可以来看下此次杨逸运跟日本队大腾杀跃的比赛对决 第一局比赛开始 中国队杨逸运率先发动两次主动抢攻 都接连被大腾杀跃阻拦 杨逸运顺势增加了消球的旋转 大腾杀跃利用灵力的攻势不断追分 大腾杀跃的正守卫不断地被杨逸运突破 双方互不相让 开局双方纠缠到了4比4平的局面 大腾杀跃继续猛烈地进攻 打得杨逸运接连退台 相对有些被动 杨逸运尽管积极迎战 但是由于打得比较激烈 杨逸运的失误也开始出现 反观大腾杀跃不仅加强了接发球的质量 同时还将力量全部展现了出来 大腾杀跃跟杨逸运拉开了距离 比分也迅速上升 大腾杀跃提前以10比6来到局点 杨逸运也开始加强了防守 大腾杀跃连续几个高调球 都被杨逸运挡住了攻击 同时追回来2分 大腾杀跃利用比分优势 牢牢拿下了最后一分 以11、8赢得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 大腾杀跃迅速抢占开局 继续采用上局的打法 以2比0获得暂时领先 随后 杨逸运死追比分 双方再次打平到3比3 随后大腾杀跃开始爆发 不仅再度加强了攻势 而且还增加了各种拧拉 以及侧选等打法 不论是正手还是反手 大腾杀跃都毫无破绽 连续不断的复杂战术 让杨逸运逐渐落入下风 大腾杀跃乘胜追击 每个落点都非常精准地预判到了 一口气连拿7分 将比分拉到了10比3 大腾杀跃丝毫没有停下 直接将比分追到11比3 拿下第二局 双方总比分来到0比2 来到第三局 杨逸运开始展现自己的基本功 只是缺少了锋芒的犀利招数 大腾杀跃不仅冲击力强 而且爆发力也非常猛 若不是实力强的选手 普通选手遇到大腾杀跃 确实比较难办 大腾杀跃是个比较难缠的选手 这一局杨逸运的形势非常危险了 只能奋力一搏 开局也开始加强了攻击力度 跟大腾杀跃死死的纠缠 双方比分达到3比4 随后 杨逸运开始使用正手进攻 效果开始明显 杨逸运将双方比分追到6比6平 杨逸运一鼓作气打得非常果断 逐渐在比分上跟对方拉开了距离 杨逸运连拿5分 直接以11比6扳回一局 双方总比分变成了1比2 决胜局第4局 这一局至关重要 但凡杨逸运能够抓住这一局 后面获胜的希望就会变大 一开局杨逸运显得状况不是很好 小失误明显增多 导致大腾杀跃抢下了开局 以4比1获得领先 杨逸运咬紧牙关 放平心态之后 又将比分4比4追平 随后杨逸运没有打破大腾杀跃的防守 大腾杀跃高质量的接发球 让他连续拿到了5分 双方比分变成了9比4 杨逸运紧紧挽回了1分 最后被大腾杀跃以11比5拿下第4局 至此杨逸运以总比分1比3输掉了整局比赛 终止了比赛的进程 大腾杀跃顺利晋级的同时 大腾杀跃的锋芒也开始逐渐展露 让大家都对这位选手有了一丝忌惮跟注意 大腾杀跃也让大家对日本队有了新的认识 今后国平队不能简单的 只注意零星的几个日本队出名的选手了 像大腾杀跃这种之前不出名的选手突然爆发 也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 而且日本队像大腾杀跃这类不出名的选手还有很多 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再来一个新的大腾杀跃 因此还是要对整个日本队都引起重视 在2024年10月31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常规挑战赛 与中东的马斯卡特拉开了首轮单打赛事的帷幕 这个时候全球乒乓球迷的目光就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 全部聚焦到了这个中东的小镇之上 这简直就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弥漫 却激烈异常的战争 来自各个国家的乒乓界精英们 就像是奔赴战场的勇士一样 云集在此展开一场激烈的高下对决 中国女拼的名将在女单赛场上就宛如大海中的定海神针一般 稳稳地发挥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在和各路对手展开激烈对抗的时候 顺利地突破一道道关卡 可是国拼的一些新星就没有这么顺遂了 像陈玉 杨逸运 李雅可这些小将在面对外国选手的时候没有能够延续队伍的连胜态势 陈玉被萨玛拉击败 杨逸运输给了大藤沙月 李雅可则是败在了印度的斯维斯蒂卡的拍下 这真切地让所有人深刻感受到了竞技体育那种残酷无情的本质 不过呢 钱天一 何卓嘉 石巡遥 宽曼等女将依旧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成功地晋级到下一轮比赛之中 为女队争夺冠军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这就如同在一个团队里 经验丰富的老队员 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稳住整个团队的阵脚 而年轻的新队员还需要更多的实战历练来提升自己 回顾以往的一些乒乓赛事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例如在某些国际大赛中 老队员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 以及稳定的发挥 为整个队伍遮风挡雨 保驾护航 而新队员在成长的道路上 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 需要不断地在失败中汲取经验 逐步成长 南丹赛场可谓是充满了变换莫测的情况 精彩程度超乎想象 林诗栋的比赛特别引人瞩目 他和印度选手加纳纳赛卡兰 展开了一场五局的激战 比赛一开始 林诗栋就陷入了0比2落后的危险境地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但是他凭借着顽强不屈的斗志 以及精湛高超的球技 竟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大逆转 在第三局的时候 他在落后6分这样巨大的分差下 还能够绝地反击 成功地把比分追回来 最终赢得了比赛 林诗栋如此年轻 就有这般出色的表现 这场胜利对他的职业生涯而言意义非凡 就像是在他的职业道路上 点亮了一盏极为耀眼的明灯 还有相鹏和卡尔森的比赛 同样是焦点之战 相鹏的世界排名 虽然已经超越了卡尔森 但是这场比赛的进程 可没有那么轻松简单 在第一局的时候 卡尔森作为曾经的世界冠军 他的进攻打得非常稳健 在球的落点控制方面 也做得极为精准 这使得相鹏 一下子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不过从第二局开始 相鹏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战术 他的正手进攻威力巨大 依靠着灵活多变的战术调整 连续三局 在极为关键的时刻实现逆转 最终以4比2的比分 淘汰了卡尔森 卡尔森就这样 成为了这次比赛中 第一个被淘汰的前世界冠军 这一结果确实让人不禁感慨万分 国平小将袁立岑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他在面对韩国的男单四号种子吴俊成的时候 状态好的令人难以想象 三局比赛都是以大比分获胜 成功实现了以较低排名 战胜高排名选手的以下克上壮举 这充分表明袁立岑极具潜力和实力 在以后的国际赛场上 必然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目光 在以前的乒乓赛事里 也有许多这样小将突然爆发的情况 比如曾经在某些大赛中 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凭借平日里长时间的刻苦训练 以及1.1滴的经验积累 在大赛中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让对手和观众都为之震惊 这都是他们在背后默默复出 长期训练和积累的必然结果 在2024WTT马斯卡特战首日的比赛里 国拼的新老队员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 年轻队员中有带着遗憾被淘汰出局的 也有如同星星般闪耀着崛起光芒的 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赛场上 每一场比赛对于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技术战术水平 以及意志品质 都是全方位的严峻考验 乒乓球赛事就是这样 充满了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 而中国乒乓球队 在未来的比赛里 是否能够继续输写辉煌 这确实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 继续输写写的 继续输写 继续输写